身後每天侯友宜公開行程 就是視察公共建設 被問到二零二四 始終就是這套標準答案 把好好做事掛嘴邊的他被爆料 其實早在去年就動心要攻總統大衛 有一天侯友宜打電話給邱宜人 因為他們本來就認識 有些事情想要請教一下 他說有關於安全事務 看得出來侯友宜的企圖心 關心國家安全的人 通常都是要選總統的人 去年疫情肆虐 當時萬華盧州獅子會 接連傳出確診案例 侯友宜卻有心力打電話 給就是總統府資政邱毅人 請教國安 難道是想提前修總統學分嗎 你有打電話給總統府的資政邱毅人 問國安的事務 怎麼會在那個時候打 是想要做功課嗎 有這回事嗎 侯友宜沒承認也不否認 必談二零二四換跑道 畢竟剛連任 且十二月二十五號就要就職 參選總統似乎少了正當性 而同黨議員王宏威才剛連任 馬上被徵兆投入立委補選 也被解讀開了落跑前例 為了不輸掉北市立委朱立倫三共茅庐強行徵召王宏威看似為侯友宜搬開 在絆腳石 但農曼年後 藍營總統初選就要登場 朱立倫似乎不打算徵召侯友宜 讓他被動參選 逼他提前表態 國民黨二零二四卡位站 檯面下各有盤算 三日王家紅紅採用台北 怎麼到